第七题 在25度膝下 某固定体积之密闭系统中的化学反应已达成平衡 其反应是为两个NO2深层N2O4加热量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这一题是要考所谓的勒沙特勒原理 勒沙特勒原理老师上课的时候说 趋有余补不足 多的送人家少的下人家药 当系统温度下降就是热量会变少 少得像人家药所以反应会朝右边进行 因为朝右进行 所以看到N2O4的量应该会增加 所以选项C说当温度下降时 N2O4的分子数减少是错的 因为反应朝右进行 我们就看到颜色应该趋向于无色 颜色要变淡 所以选项A说当系统温度下降时 气体颜色变深也是错的 也是错的那么如果现在让我们的热量变多 温度提高的时候多了就送人家 反应就会朝左进行 所以选项B说当温度上升的时候 反应向右进行是错的 那么只有珠是对的 因为当反应温度增加 反应朝左进行的时候 它会生成两个N2O2 所以消失一个N2O4变成两个 所以总的分子数呢就会增加 因为消失一个会长出两个 所以只有珠是对的 所以第七题问我们说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珠 当系统温度上升时 气体总分子数增加 对吗 对吗